你绝对想不到 海底恐怖的压力 杀死一个人需要几秒钟 锯齿沙二不禁把这一幕拍出来了 而且拍得无比真实 无精扮演的九名 带队深入7600米的海底 结果遭到了锯齿沙的偷袭 在狂暴的力量下 女队员坚硬的面罩 竟然出现了裂缝 这种状况虽然看着十分危险 实际上一点也不安全 他们拼命逃到水下基地 只要进入七米舱就能够脱险 然而死神却并没有流行 这顶几声微弱的脆响 一个大活人 一秒不到 消失得乌硬无踪 连想到前不久发生的 泰坦号潜水器 同样发生了内爆的惨剧 但那究竟有多惨 我们无从得知 直到看到了锯齿沙二 据专家测算 在近万米的海底 被压力坍缩极扁的速度 高达1500公里每小时 也就是千分之一秒的时间 人就没了 而大脑神经对于疼痛的反应 最快也要0.25秒 也就是说 人还没反应过来 魂的就没了 再重新慢放一下 刚才锯齿沙二的画面 依然让人瞠目结舌 在大荧幕看 那种真实沉浸的可怕 更加震撼人心 除了这个超级精彩的片段 作为看过两部锯齿沙的我 锯齿沙二最大的进步 就是三个字 世界观 这刚好也能解答 有些观众对于电影中 为什么会出现恐龙的疑惑 就拿温月层来说吧 温月层 在现实中指的是 海面以下几百米深处 往往存在着一个薄层 这里的温度和密度 上下有着巨大差异 上面是暖水层 下面是冷水层 夹在中间的就是温月层 而在电影中 温月层被稍加改动 再创作成为锯齿沙的结界 让深海的各种怪物 不敢贸然突破这个屏障 和人类保持隔绝 一旦这个温月层被破坏 本来隔绝在深海 史前海底世界的各种怪兽 便会穿越这条通道 来到我们所在的世界 这也就是在第二部中 除了巨齿沙 还会出现猎龙 巨型章鱼 等史前生物的原因 这就是这个电影 构造出来的深海世界观 这种设定 类似侏罗纪系列 虚构出来的伊斯拉岛 符合人类的想象 却并不完全存在 但无尽并不想拍 中国的侏罗纪 而是要向全世界证明 中国巨齿沙的魅力 前有中式科幻 流浪地球二 现在轮到我们的怪兽 大片登场了